你太棒了 香蕉 小嘟嘟刚才吃香蕉了 涂上小嘟嘟喜欢的红色 涂好了 青菜 小嘟嘟吃青菜了 涂上颜色 小嘟嘟今天喝水了 涂上颜色 大嘟嘟你在干什么呀 唐唐你好 小嘟嘟在涂颜色呢 我也想涂 不行不行 唐唐 蓬蓬说了 只有小嘟嘟才能涂 只有做过的事情才可以在上面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哦 都要做哪些事呢 小嘟嘟今天刷牙了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还有吃香蕉了 还有吃香蕉了也可以在旁边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啊 哇我也想要这个 哦不行不行 小嘟嘟只有一张 我们一起来找蓬蓬帮忙吧 蓬蓬 蓬蓬 来帮帮我们吧 是谁在呼叫蓬蓬 蓬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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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小嘟嘟啊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蓬蓬 我的好朋友 唐唐 也想要自己制作一张表格 你能帮帮我们吗 哦 是这样啊 这个问题可难不倒蓬蓬 啊 啊 遇到困难不要碰 做梦犯法解脚它 生活其实快乐正分 跟我一起一二三 第一步 认一认这些可爱的小图片 第二步 把图片贴在表格上 第三步 在图片相应的格子里 涂上颜色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生活其实快乐正分 快来跟我一二三 嘿嘿 小朋友们记住了吗 记住了 哇 这里有好多小图片啊 我喜欢这个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哈哈 唐唐 你都认识这些可爱的小图片吗 这里有苹果 这就表示我们每天都要吃水果 这就表示我们每天都要吃水果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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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很舒服哦 哦 你们太棒了 第一步已经完成了 该做第二步了 第二步 把图片贴在表格上 要做第二步了 就是要把图片放在表格里贴上去 那我们赶紧开始吧 表格做好了 胖胖 我们可以涂颜色了 哇 第二步已经完成了 该做第三步了 做完一件事情后 再与图片相应的格子里涂上颜色 也可以在上面画上自己喜欢的图案哦 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大苹果 要给它涂上红色 好 看看今天刷牙了 涂的蓝色 把牙齿刷的白白的 今天我嗡嗡了 我今天没有吃黄瓜 所以我不能把它给涂上颜色 对了 对了 蓬蓬说必须是做过的事情 才能在它的后面涂上颜色哦 是不是我吃了青菜就能在上面涂上颜色了 嗯 对呀 那等一下 我们一起去吃青菜吧 就做完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 几个掌吧 耶 哈哈哈哈 哇 小朋友你太棒了 小朋友你太棒了 遇到混迷解决了 生活其实快乐简单 跟我一起一二搜 第一步 认一认这些可爱的小图片 想一想我们每天都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第二步 把图片贴在表格上 用胶棒轻轻地沾上 第三步 做完一件事情后 再与图片相应的格子里涂上颜色 我就做完了 Мga 哦 你太棒了 �梁 as L всю大 53 你做到了 体� mono 用胶 Personality 到搞 trainees 太棒了 小心cy�ins You know Sungg 你一ルガ 吐 制作表格可以让宝宝对数据收集和统计有最初步的认识 同时监督宝宝完成表格上的任务 可以帮助他们养成好习惯 并收获一种成功的喜悦与满足感